1940年2月23日 由于叛徒出卖 孤身一人的杨敬宇被日北军包围 杨敬宇手持双枪跟日军战斗 结果被汉奸用机枪打死 日军头目尾通华省警务厅长按古龙一郎知道 杨敬宇应该断粮多日 事实上杨敬宇确实断粮五天 按古龙一郎想不通的是 为何一个断粮多日 几乎不能站立的人 还能有如此坚强的意志 还能爆发出如此强悍的战斗力 以一人跟大队日卫军作战 按古龙一郎用战刀剖开杨敬宇的腹部 取出他的胃 让医生进行化验 化验结果是 杨敬宇的胃里没有一粒粮食 只有草根和棉絮 按古龙一郎不禁赞叹道 真是大大的英雄 杨敬宇原名叫马尚德 1905年出生在河南雀山 一个普通的农家 他早年在家乡领导 雀山的农民运动 曾经带领农民武装 帮助北伐军攻占雀山县城 之后建立全省第一个农民政权 成立全省第一个农民武装 918以后杨敬宇奔赴东北参加抗战 他就是在那时改名杨敬宇 取驱除日寇 安定环宇之意 他最初组建了红32军南满游击队 刚刚成立的游击队人数少 装备差 但在杨敬宇的带领下 战士们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 跟鬼子作战60多次 日北军派大队人马围剿游击队 他带领游击队跟鬼子巧语周旋 最后游击队竟然越打人数越多 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和粮食 1934年 东北抗日形势蓬勃发展 抗日武装不断壮大 于是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合军 杨敬宇被任命为总指挥 他还同时兼任第一军军长和政委 1935年 在多支抗日队伍的基础上 成立了抗联 杨敬宇任第一陆军的司令兼政委 杨敬宇带领自己的部队 在极端艰苦的环境里 在只有一些轻武器的情况下 跟拥有现代化装备的日军作战 他们袭击日军的军车 拔除日军的据点 伏击日军的部队 给日军造成巨大损失 成为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 1939年10月以后 日军出动25000多人马 对杨敬宇的3000多人的一路军 进行围剿 日军把抗联困在深山 还实行极家并困的政策 把老百姓都集中起来 便于控制 日伪军就用这种办法 对抗联进行封锁 让抗联将士 无法从百姓那里获得粮食 一皮和药片 为了保存力量 杨敬宇只好把部队化整为零 分散行动 他身边也只留下七名战士 后来他们又继续分散行动 他身边只剩下两名警卫员 到最后 他只身一人跟敌人周旋 最后被叛徒出卖 在绝粮五天后 被日军包围 他战斗到最后一刻 被汉奸用机枪射杀 日军在包围杨敬宇后 向他喊话 君是杨司令否 杨敬宇大声道 我是杨司令 连日本人都尊称他为杨司令 按古龙一郎解剖杨敬宇的位 发现位里全是草根和棉絮的时候 称赞他是大大的英雄 他们把杨敬宇的头颅 用闸刀扎起来 送到各地市中 最后送到了 维满洲国的首都新京 按古龙一郎 命人给杨敬宇 做了个木头的头颅 然后给杨敬宇下葬 按古龙一郎 还请来日本道士 给杨敬宇做道场 请来日本的僧人念经 给杨敬宇超度亡灵 他这么做 虽然有妖脉人心之意 也足见他对杨敬宇 这位英雄的敬重 祭奠完毕 他们把杨敬宇 安葬在保安村 按古龙一郎 亲自给杨敬宇 梳理一块木牌 新笔书写杨敬宇之木 几个大字 杨敬宇被抛覆的时候 有一个日本兵是亲历者 这个日本兵名叫金景 金景后来被苏联军队俘虏 带到了西伯利亚做苦力 在做苦力的时候 没有食物 他和战俘们一起 吃草根充饥 这时候 他才知道 吃草根是什么滋味 他感慨说 当年杨敬宇的位里 只有草根和棉絮啊 在金景的身边 一直珍藏着杨敬宇的一幅照片 这幅照片 他整整珍藏了55年 当年部队发给日本兵杨敬宇的照片 是为了庆祝他们的胜利 但是金景 虽然对杨敬宇了解的深入 却在杨敬宇身上 发现了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 金景知道 当时的日本关东军 有70万支重 而且装备精良 但是杨敬宇的部队只有3000人 他们只有轻武器 而且武器弹药很难得到补充 在日本人看来 抗联的抵抗毫无意义 但是杨敬宇 却以极端弱势的军队 跟强大的日军抗衡 这是一种何等顽强不屈的精神啊 当时日军对抗联的封锁 可以说几乎把他们逼上了绝路 日本人把跟抗联有联系的村民 全部迁移出来 在村子之间安上栅栏 并安排军警把守 抗联根本无法从百姓那里 得到粮食等物资的补充 日军还砍伐森林 在山区修筑道路 日军可以开着卡车寻山 抗联活动的地区 已经少得可怜 在冰天雪地里 他们没有吃的 没有穿的 没有药物 没有弹药 在如此险恶的环境里 他们还坚持抗战 日本人一直劝向杨敬宇 金锦最清楚 杨敬宇只要投降 就可以到新京去做高官 富贵可以说唾手可得 甚至杨敬宇到了被包围的时候 他仍然可以选择投降 但是杨敬宇却坚决血战到底 金锦敬佩杨敬宇 称他才是真正的武士 这就是金锦一直珍藏杨敬宇照片的原因 一次苏联人搜查金锦的包裹 搜出了那张照片 那个苏联人上去就是一个耳光 问他照片上是谁 苏联人怀疑照片上的是日本人 金锦告诉那个苏联人 照片上是抗联将军杨敬宇 苏联人才把照片还给他 金锦说 他已经76岁 来日无多 他要把最后的军力 献给杨敬宇这位钢铁战士 这位真正的英雄 杨敬宇用生命捍卫祖国的尊严 他生前身后也享受到崇高的荣誉 有人总结他一生享受到六个唯一 第一个唯一 是抗战期间中央文件中 点名表彰的唯一的抗联将领 1938年 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 中央曾经向抗联致点 对抗联的顽强斗争做出了高度评价 并向抗联将士表达了崇高的敬意 在文件的开头 使用的称谓是东北抗日联军杨司令静宇 这样的称谓 充分说明杨静宇在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心目中的地位 第二个唯一 是唯一一位跟毛泽东 朱德并列当选东方各国反法西斯大会主席团成员的党员 1941年10月 在党中央的倡议下 东方各国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召开 55个东方国家参加了会议 会上选出了33人的主席团成员 而杨静宇和毛泽东 朱德名列其中 第三个唯一 是唯一一个得到朱德人民英雄提词的高级将领 新中国成立后 为了弘扬杨静宇的革命精神 专门为他修建了烈士陵园 1957年 朱老总专程到陵园评调杨静宇 并提笔提词于 人民英雄杨静宇同志永垂不朽 朱老总也曾经为其他将领提词 但能得到人民英雄称谓的只有杨静宇一人 第四个唯一 是唯一一个享受元帅和政治局委员葬礼的革命先烈 1958年 党中央在通话时专门为杨静宇举行了万人攻葬仪式 在党中央给杨静宇的道词中 称杨静宇是伟大战士 这是自任毕师逝世后 第二个得到这个称号的党类干部 而任毕师延安时期就是中央五大书记之一 此后还有三人得到这样的评价 那就是林博渠 罗荣环和柯庆师 第五个唯一 是唯一一个得到四大领袖竞献花圈的人物 这四大领袖是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 刘少奇 四大领袖虽然也给先烈送过很多花圈 但是同时得到四人送花圈 杨静宇是唯一一个 第六个唯一 是唯一一个得到两代领导人提词的抗联将领 杨静宇1985年得到邓小平提写的纪念碑碑名 杨静宇烈士纪念碑 十年后 又得到江泽民提写纪念馆馆名 杨静宇将军纪念馆 这六个唯一 充分说明了党的领袖对杨静宇的崇高评价 也折射出他在人民心中的地位 杨静宇一生不求名利 为民族的解放事业流进了最后一滴血 人民没有忘记他 给了他崇高的荣誉 九泉之下的杨静宇应该能得到安慰 杨静宇用战斗结束了他光辉的一生 他生前其实并未受险 但人们仍然喜欢称他为将军 有人说 他假如能活到1955年受险 不是元帅 也应该是大将 但这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人民早已给他受险 他永远是人民心中的将军 我需要一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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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重金